這個和解犯變成白吃犯 有吃等於白吃了 原住民禁法補償是上個會期 也就是說行政院在送預算進來 立法院編度明年114年預算 送來立法院之前上個會期 原住民禁法補償這件事情 從3萬到6萬 這個補償 原本就是上個會期就通過了 那進來通過 行政院就是把預算編逐就對了啊 現在的國民黨似乎又陷入了一個 空戰 迷航的狀態 因為很擔心嘛 再擋下去 可能會受傷 可能會流血 所謂的退回預算的目的 是要重編 重寫 伏編的預算 究竟多不合理 多誇張 以及未編的預算 到底跟大家 有多直接性的相關連 這個中央總預算 昨天的程序委員會又果不其然嘛 又再次的這個被國民黨跟民眾黨給退回 但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講了很多遍喔 其實國民黨跟民眾黨立場非常簡單 就是說呢現在的行政院 不然是各部會也好 你就是把預算退回去重寫同編 就是包含像是農民朋友該照顧的權益 以及原住民 再向醫護人員 這個健保點值的問題 這相關的東西如果你把預算編好編滿的話呢 我說跟各位跟各位報告一件事情 這絕對是OK是沒有問題的 藍白陣營不會再去擋你預算 藍白陣營不會再去卡你預算 該審該做 該怎麼樣做就怎麼做 但是呢這個看來喔 上個禮拜五的這個和解飯喔 看來就是我講的嘛 白吃了嘛 這個和解飯變成白吃飯 有吃等於白吃了 等於就沒有吃嘛 那看來就是行政院也沒有提出相關的解方 也沒有提出相關 針對預算的一些配套的應對進退的方法 那當然國民黨跟民眾黨在昨天 禮拜二的程序委員會 繼續把他們的預算給退回 不要讓他們排審 在立法院排審進委員會 請問一下有什麼問題嗎 我覺得完全沒有問題嘛 那當然啦現在對於國民黨而言 民眾黨而言喔 我覺得現在也面臨到一個 這個騎虎難煞的一個階段 OK 因為我們知道啦 其實明天韓國瑜就要進行相關的超野協商 就要找國民黨跟民眾黨跟民進黨團的幹部嘛 包含像柯建民 黃國昌 傅崑奇等等 這些人一起在這個黨團協商做一個討論 那明天討論的重點除了中央走預算之外呢 也有這個考試院的人事同意權 以及賴清德政府民眾黨所提的 能源配比及電價政策專案報告被質詢 相關後續的討論 以及國民黨提出要修選霸法的版本 這個超野之間喔 必須要有一些討論一些共識 有共識才能把這個案子 送審就這麼簡單 那既然明天是要超野協商的話呢 但現在針對總預算這件事情 國民黨似乎喔 黨內有些兩派的不同聲音啦 OK 當然有一派的人喔 就認為說 欸 其實喔 不然就是不要再繼續擋了 也不要繼續卡了 因為有一些 選區出來的一些委員啊 當然會有一些壓力嘛 因為你知道民進黨最會什麼 最會透過側翼網軍 來不斷的見縫插針 來挫國民黨 或者是民眾黨的銳氣嘛 不斷的見縫插針 不斷的像青鳥一樣 在那邊啄啄啄啄啄 那啄久了你知道嗎 現在國民黨有些力 我就會擔心嘛 如果這個中央走預算 持續的卡關 那如果是因為國民黨 被民進黨這樣子的反彈 因為在這個網路上輿論上 民進黨站得上風的話 國民黨該怎麼辦 那當然現在對於 我覺得國民黨團還是 只有一種 雖然說不同的聲音 我覺得很正常 但現在我覺得當國民黨團 還是相對的團結啦 基本上對於中央總預算的態度 還是很簡單 就是說現在國民黨團的態度很簡單 就是說沒有端出好的牛肉 不應該退讓 簡單來講 就是行政院跟各部會 相關機關的預算就是應該要好好的重編 浮編的預算 我們就把它降低一點 那如果沒有填進去的預算 你就把它重寫進去 那就如此簡單 可是現在看不到行政院跟各部會的相關誠意 完全沒有誠意 那請問一下 你當國民黨跟民眾黨這個把關之責是 是怎樣 他們也是人民賦予給他們的民意啊 那這些民意難道不構成監督你們的權利嗎 不是就覺得很好笑嗎 那再來就是說 現在包含從這個行政院的頭 佐奎 佐龍泰 都認為說啊這個 藍白喔如果要增加這個原住民淨法補償 這個農民的相關還有這個健保點值的相關的預算的話 你們增預算對於是違憲的 就是說這個健保點值 1.0.95元 加原住民淨法補償 還有調漲工糧收購的價格 這三個如果這個國民黨要加進去的話 這可能是違憲的 因為依法來講 依憲法來講 原本立法院就只有審議三減凍結預算的權利 那行政院是有才有資格去增加預算的 這個都要搞清楚 憲法這個民文規定是這樣子 但是問題是 重點在哪裡 重點是這個原住民淨法補償喔 是上個會期 也就是說行政院在送預算進來 立法院編度明年114年預算 送來立法院之前上個會期 原住民淨法補償這件事情 從3萬到6萬 這個補償 原本就是上個會期就通過了 那既然通過 行政院就是把預算編逐就對了啊 對不對 那哪來所謂的已經 所以就已經三讀過後的法律 到底哪來立法院增加支出的提議呢 所以我就說嘛 現在我覺得包含行政院也好 會報告的事情是 增加預算確實是 行政院的權利 但是問題是 國民黨跟民眾黨 以及在立法院通過三讀的法律 需要增加了這麼多的預算 那個也是 經過三讀的法律 那難道是所謂的 你們預算提出來之後 原住民淨法補償才三讀通過嗎 所以大家要搞清楚嘛 所以像民進黨也好 行政也好 或者是卓榮泰也好 這三個人 這三個單位 開始釋放小消息 想要錯置大家的一些邏輯 但是邏輯很清楚 就是原住民淨法補償是上個會期 在中央總預算送來立法院之前 就已經三讀通過的法律 那照理來講 按法來說 行政院相關部會原委會等等 就應該要把預算編組 對不對 我們也沒有跟你講說 14.9億揚網軍 是沒有問題的吧 對不對 那你們怎麼不講你們14.9億 做一些文宣預算 那這些文宣預算 說個白話文一點不就是揚網軍嗎 那你們也不懂得反省 你們也不懂得檢討 請問一下 你要在野黨該如何是 所以我覺得現在喔 我認真講啦 當然對於國民黨來講 因為民進黨非常會這個所謂的 網軍的一些攻擊啊 側翼的一些手段啊 當然我覺得啦 現在的國民黨 似乎又陷入了一個空戰 迷航的狀態 因為很擔心嘛 再擋下去 可能會受傷 可能會流血 但是我覺得應該要說 跟大家 國民黨要一再的 不管是透過網站上也好 或者是透過一些平台來講 不斷的跟大家宣導一件事情是 所謂的退回預算的目的 是要重編 重寫 浮邊的預算 要究竟多不合理 多誇張 以及衛邊的預算 到底跟大家 大家有多直接性的相關聯 好不好 就是把浮邊的預算 跟各位報告清楚 再來是衛邊的預算 到底跟大家 有什麼樣的連結跟關聯性 所以我覺得像國民黨而言 我覺得完全 我覺得國民黨完全不需要 怕民進黨啊 而且我覺得時間還有啊 到今年 你說中央總預算之前 到今年的12月31號以前 都還來得及啊 對啊 我知道剩一個半月啊 那問題是 到底現在是誰不退讓啊 對不對 行政院也好 民進黨也好 就是執政爽了八年嘛 我就講嘛 完全執政爽了八年 坐實了現在的行政院 宛如像是一隻大肥貓 沒有人可以制衡 沒有人可以監督 反正只要你們民進黨說的算 那是因為過去八年 你們執政優勢 所以養慣了你們這隻肥貓 但現在對不對 對不對 有人可以治得了你們的時候 你們反而說 這個國民黨 民眾黨在亂 國民黨跟民眾黨 聯手在做違憲的事情 我說真的這句話 你們講得出口 我還聽不下去 真的是令人鼻酸 哈囉大家好 感謝您收看我們中天二台 用心製播的節目 喜歡的話呢 也請給我們點鼓勵 幫我們按下訂閱加分享 並可以持續的在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 同一個時間喔 繼續的來收看我們精心製作的節目 那現在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最近非常喜歡用的產品喔 那就是中天保養品牌KS所推出的 最新產品 KS抗光清爽 高防曬凝露 它的成分喔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厲害 有避免藍光神盾的炸導直萃 能防禦環境裡的3C產品 以及各種光源 對於我們肌膚 所造成的各種傷害 還添加了黃金海藻成分 幫助我們的肌膚持續的活化 繼續的維持年輕 而這支KS抗光清爽 高防曬凝露呢 不論是在你出門的時候 或者是你出去遊玩到海邊 絕對都是非常必備的一上利器 365天呢 天天抗光抗老化 選擇這支KS Royal Care 皇家呵護系列的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讓你防曬隔離一次解決 抗光動靈一瓶就能搞定 您的保養日常就交給KS吧 好了一定很多朋友會問說 這擦起來到底會不會像 房間的這個防曬乳啊 有點黏黏的 或者是有點不舒服的感覺 放心放心 完全不會 因為這支產品喔 它擦起來的感覺喔 真的是非常的清爽 而且完全不黏膩喔 不含商料 所以這個兒童 孕婦甚至全家人 都可以來使用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新到快點GO下單 記得輸入推薦代碼 852 將賞有更多折扣喔